Hello, 今天我們會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叫Hearthing 這個概念跟我們上課講的 Charging by Sharing 很有關係 我們很簡單為溫習 現在就是有兩個波 A和B波 方便我教書起見 這兩個波分別叫做4C 一個負代表一個C 這兩個波自然有一個排斥的力 因為它們是Light Charge 它們就會Repel 第一個個案就是 如果我放一個 跟B波的相同Size 相同Surface Area的波 去到B 碰一下它的話 這個位置就會做Charging by Sharing 而Sharing 上一節我們都講到 它們是根據Surface Area 來去Share Charge 因為現在有4顆C 即是4C 分別就將 給兩個波 share 所以每個波就Share到2C 那麼我們看看它們的排斥力 A的波現在有4C B的波有2C 所以排斥力就小了 你就見到這個甲角也會小了 如果我們找一個大一點的波 去Share 本身B的4C 例如這個比例是Surface Area 是1比3的話 B的波現在分到1顆 C的波就分到3顆 如果你把C的波拿走了 那現在這兩個波 就會是4C和1C 那麼它們的排斥力更加細 這個角就更加低了 那麼這一部分我們在上一節 都已經詳細這樣講過 那麼今次是一個很簡單的重溫 那麼什麼叫Irving呢 它的意思就是 現在這個波比 就是跟地球有這麼大的球 來做Share 嘩 那麼如果這麼大的球 去做Share的話 那麼地球就會把你上面的 所有的LED charge 都能夠拿走去 那麼一拿走去的時候 那4C就去了地球 這個波就變回了Nutral 那麼兩個排斥力就會不見了 那麼就因為重量 兩個波就跌下來 當它們就會碰回 那麼這一部分 我們就叫做Irving 的了 那麼所以你一見到Irving 其實你要想的東西 就是 即是把這個波上面 的所有的LED charge 就會Pulled to the earth 這個就是Irving的目的了 好了 那麼這個呢 也都在你考試裡面 總之你記住這個Point 就足夠了 那麼我們講完後面的一個小插曲 那麼如果這個波上面的 Charge已經沒有了 那麼這4個C 也都會再重新 把這兩個波平均分了 因為它們都是Charging by sharing 那麼如果當這個B的波 拿回兩個Charge的話 它們兩個又會互相排斥角 它又會再彈開了 那麼這個小插曲 就不關於Irving的 那麼Irving這個概念 就很重要 它第一樣東西 就是可以把你的靜電 除掉它 那麼當然呢 第二樣東西 就是可以 當你用儀器的時候 如果你漏電的話 Irving也可以把電 帶到地上 那裡 就不會流經過你 你就不會電傷了 那麼 雖然這部影片 有點誇張 但是呢 它也是在保護你 有時候Irving的靜電 即是說第一拍 靜電 有機會真的會電傷你 甚至是會電傷你 所以很多的公廁 外面的政府的設施 都會有Irving的 譬如這個是公廁裏面的一部 吹手機 那麼它就會有一個Irving 就會帶到 有條黃綠的電線 就會帶到外面 那麼 又或者你住的後樓梯 是的 住的後樓梯的扶手 都會有一個這樣的裝置 通常如果你住在屋苑的話 那它就會有油 不讓你看到 但是都寫了 不要移開這塊貼片 因為這個Irving 那這個就一定不是防止流電的了 OK 因為這個後樓梯 扶手道不會怎麼用電的 但是就防止你的靜電 好了 這兩條Irving的裝置 它就會和鼻雷針一次過 連在地底下 在地底下挖兩三米左右 它就可以和地底裏做一個Irving的工作 或者你可能在街邊的錄片 看到柱下面都會有一支鐵棍 都是插在地底下兩三米 那些靜電也好 那些你流電的時候的電也好 都會帶到地球那裡 那現在我想說一下一些DSE 關於Irving的一些技術 那首先呢 這裡有六個Case 一二三 就是一個負的Charge Walk 去到一個XYZ 它們三者都是Metal Walk 它們是Touch Together 而456其實設定是一樣 只是把Charge Walk 由負變成正 好了 第一個Case 那我就把Charge Walk 移近去X那裡 那他們就會 XYZ就會有一個Induced Charge 那我Induced Charge X的左邊就會是正 右邊就會是負 那同一個道理 那我把所有的Induced Charge 按XYZ 那因為要做Irving 通常DSE都會說 我用手指點一下X的球 那我畫公仔的時候 或者我發負的時候 我可以是這樣畫 或者我反過來 可以是這樣畫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好了 第二個Case 就是我用手指點一下Y 就是我把Y做Irving 我這樣畫也可以 我這樣畫也可以 好 到最後 我可以把Z做Irving 同樣的道理 我這樣畫 我們先講解第一部分 同學一看到Irving 就要想 地球就想share 你碰那個球 所有的Charge 都想拿走它 把所有的LED Charge 都拿走它 因為現在XYZ 其實是金屬來的 地球想拿走的Charge 不只是X的球 其實XYZ的球 都想拿走 如果你覺得難理解 你可以這樣想像 XYZ 其實現在是一個共同體 所以 這裡有兩邊的LED Charge 就會是X 還有Z 如果順利的話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Charge 都拿走它 但是 同學記得一件事 現在有一個負的Charge Raw在這裡 所以 正負之間 其實有一個吸引力 這個Case 其實有一個 attractive force 所以 這個正的Charge 就 地球拿不走 它只可以 拿走 負的 Z上面 負的Charge 那些電子 就會這樣 離開 所以 聽我來說 這些Charge 就會被消滅 就會不見了 到第二個Case 都是我們把XYZ 都是用一個共同體 連在一起去看 所以 如果你 碰了Wire一下 即是你本來想EarthWire 其實就不是 XYZ 都是上Earth走 但是 也是那句 X的正的Induced Charge 和負的Charge 其實這個之間有吸引力 這些Charge 會被Charge 吸引著它 你當是保護著它 所以地球就拿不走 這些正的Charge 而負的電子 這些負的電子 它們就會被地球拿走了 所以這個也會被消滅 好了 到第三個Case 其實情況都相同 你現在碰住Z Z Z 這些Charge 就會被人拿走了 而X的Charge 也是那句 現在有人保護著它 所以這個Charge 就不會被人拿走了 好了 去到456的狀況 我們只會把負的Charge 變成靜的Charge 我先畫它們的Induced Charge 在這裡 同樣的道理 DX有機會問你 可能你是碰X做Earthing 可能是碰Y做Earthing 也可能是碰Z做Earthing 其實三個Case 情況都一樣 就是 第一件事 你要試XYZ 在一個共同體 所以地球是有機會 是會把正的Charge 和負的Charge 都拿走 但是現在這一刻的情況 正的Charge 是保護著X的Induced Charge 所以 X這個負就拿不走了 而拿走的就是Z的正的Charge 這個Charge就會被消滅 好 這個技術對於我們 後一課 講Charge of Induction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好 這個課節就到這裡了 各位同學 拜拜